这几天CBA球迷谈论最多的 可能要数今晚进行的这场元旦大战 两支近年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队伍 又一次碰面 也称得上速敌之战了 今晚19时35分 CBA领投阳 辽宁南篮对阵未免冠军 广东南篮 央视CCTV武将带来现场直播 篮球迷千万别错过这样一场好戏 第二阶段开始 广东南篮的状态并不理想 此前他们接连输给了广沙和山西 比赛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球员的状态 球员的防守态度 杜峰的临场指挥等等 对于未免冠军而言 这些都是可以尽快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 尤其是碰到了老对手 又是全国关注的一场重量级的比赛 两队肯定会拿出最好的竞技状态 至于谁胜谁负不好预测 即便辽兰现在位居积分榜领投阳的位置 但最有实力阻击他们的 还是广东南篮 从连续两个赛季的总决赛 到去年的全运会决赛 两队都在研究如何抑制住对手的进攻 就看谁执行得更好 今晚的比赛 每个位置的对决都很有看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一剑连与韩德军的这组对决 谁都不会永远处在巅峰 谁都有告别的一天 对于阿联和大韩这样的老将 每一次的碰撞都很珍贵 多年来 太多次的对话 太多次的伤病 即便他们已不是球场的主宰 可依然能够决定着球队的命运与走势 多年来 广东也好 辽宁也罢 之所以能够始终屹立在强队行列 与二位老将的发挥是分不开的 对于他们的碰面 更多的是敬意 当然 我们也期待年轻的本土内线 能够迅速崛起 迅速补位 当马上布鲁克斯不在 辽阅争锋的极先锋 就是郭艾伦与威姆斯 幸好上场比赛 郭艾伦是一次技术犯规 外加一次维提犯规 这使他不会缺席今晚的元旦大战 无论是总决赛还是全运会决赛 郭艾伦都是广东南南最不好控制的一个点 即便杜丰手下有胡明轩 赵锐 徐杰三大后卫 可想要队子都很困难 不久前 国家队比赛结束后的隔离期间 郭艾伦 赵锐 赵继伟给我们带来很多搞笑段子 如今到了赛场 想要控制住郭艾伦 这个任务还得靠赵锐去努力了 辽兰最大的变数是新元莫兰德 这位大外员很可能成为本场比赛的关键先生 辽兰当初为何相中莫兰德 主要就是看到他在对阵广东时有过良好的表现 有他在内线把关 对威姆斯也是一个威胁 莫兰德的作用就是防守 重点防的是广东外线的突破 就看杨明指导对他的使用效果了 两支球对球员间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也希望球迷们能够和谐看球 无论谁输谁赢 都要平常心对待这一场常规赛 锦浩 辽兰加油锦浩